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玛 我搬到东京快一个礼拜了 今天就随便找个地方跟大家聊聊天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荒川边上 我是特地地图上找的荒川 毕竟荒川坟头的草都三米高了 我要找个地方纪念它一下 这边就是荒川 原本是想给大家看一下附近的风景 但其实发现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拍 有很多小学生在这里打棒球 我本来想找个好点的地方 以一个更优美的背景给大家拍视频的 但是小学生打棒球是有点恐怖的 如果你看过一些日本漫画就知道 日本小学生打棒球被他砸到一下 虽然是小学生 但我觉得我可能承受不了 所以我现在挑了一个比较很远的地方 我生怕被他们后面的棒球给砸到 今天说点什么呢 就说一下我搬到东京这一整周的感受吧 一些心得感受 说不定也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在说我的一个最大的心得感受之前 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之前的人生履历 我是2013年入学关系大学 在那边读着修士 关系大学说不定我粉丝中应该有我的校友吧 叫学长 然后到2016年 我毕业回国 那回国之后先后在杭州 广州 南京 上海都待过 都待过至少一年以上 就是 就我是一个流浪汉人格 不是说我非得搬来搬去 只是说我需要生活有新鲜感 我无法忍受那种安定的可以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所以到今年我又搬到东京 因为这样的特殊经历 有些感觉 我觉得别人可能不一定感受得到 什么感觉呢 就是我觉得 中国的变化 比日本 或者说比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要 大得多得多 最近十年吧 在国内 由于各大互联网大佬的崛齿 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像电子支付 叫外卖 网约车 共赏单车 共赏充电宝这些东西 从无到有 或者从弱到强 可以说我们的生活习惯 在最近十年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在国内出门 我基本上只要带一个手机就可以了 只要一个手机就能解决生活中的大部分需求 但是在日本还是非常传统 我现在出门必须得带钱包 然后钱包里要塞一大堆的现金 然后有的时候 付钱的时候还得算一下 因为涉及到付多少 找零多少 那在国内已经习惯了 逼一下 根本就不需要计算的那种 那种付款方式 现在付钱有的时候 会卡住 感觉自己的数学能力下降了 刚才突然下雨了 我找个地方躲了一会雨 头发都湿了 我们继续 刚才说到支付方式的问题 日本现在也有电子支付 也有共赏单车 也有共赏充电包 但是他们的规模和普及率 跟国内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所以要说这些新兴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速度的话 我相信中国应该是胜过全世界大部分国家 甚至有可能是世界第一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点迭代太快了 有点怎么说呢 那可能有些人不爱听的话 我觉得有点不固执那些 有可能会跟不上节奏的人 比如说电子支付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商店 比如说便利丰 还有永辉现在好像 人工收费的柜台也越来越少了 还有一些无印良品 什么京东吃鲜这些线下其店店 有些店是完全 没有人工柜台的 全部都是电子支付 那这就意味着 如果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话 我就没有了购物的权利 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对吧 虽然现在大家都能用手机付钱 但是毕竟纸币没有被废除吧 纸币还是一个可以合法流通的货币吧 那你凭什么剥夺我用纸币进行购物的权利呢 我在日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 我上周下飞支的时候 我从资厂到市区需要做电车嘛 我试了一下我十年前办的交通卡 竟然还能用里边还有余额 然后我去商场买东西 我发现我十年前办的积分卡 竟然还能积分 这些卡现在日本也正逐渐被APP所取代 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嘛 我才刚来 我还是用和十年前一样的方式进行生活 我发现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的这些新兴产业发展的快 发展的比别人好 大部分人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 这当然是一个优势 但是我们是不是有充分的考虑到 一小部分跟不上节奏的 比如说老年人 很多老年人是无法理解智能手机的使用逻辑的 他们不会扫码 不会实名认证 不会安装更新APP 那么对他们来说 这个世界是真的变得越来越方便 还是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呢 又下雨了 我又回到了一开始的地方 我们接着说 我觉得一个新技术的迭代 比较理想的状态 应该是向我国的高速公路 今天的高速公路 大部分都是ETC快速通道 但至少还会保留一两个人工收费窗口 这样的话 你会使用新技术 你就可以享受更方便的生活 但如果你不愿意改变 你还是习惯于老办法 你还是可以上路的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不应该一下子把老路完全堵死 让一部分人没有办法上路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人道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聊的这么一个话题 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 倒逼倒逼说了一大堆 那么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